财经世界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上节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是聊到了 TikTok在美国的业务易主的事情 那这一节回来呢 也是跟大家详尽地来聊一聊 为什么会被迫易主 那其实我们看到呢 这个微软以字节跳动呢 就收购抖音海外版 TikTok是进行了讨论 并且是表示将会继续努力 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 打算将于9月15日之前 完成交易 微软又表示说 可能邀请其他的美国投资者 参与此次的收购交易 也有消息指出 美国总统特朗普 已经同意给字节跳动 45天的时间 与微软协商出售TikTok的事宜 这个消息人士还表示呢 字节跳动和微软的磋商 将会受到美国外资 审议委员会的监督 微软也表示 新结构将建立于 目前用户喜爱的 体验基础之上 同时也加入世界级的安全性 隐私和数码安全保护 同时将确保用户数据 留在美国 路透社报道 字节跳动曾经寻求 持有TikTok业务 少数股权 那么但是遭到了 美国政府的拒绝 根据新的交易提议 字节跳动将完全地 退出TikTok美国业务 而微软将会接受部分 总部在美国的 字节跳动的投资者 或者是有机会来获得 这个TikTok美国业务的 少数股权 那美国政府呢 尚未回应是否接受 字节跳动的让步 消息人士也称 微软接管美国TikTok之后 将会负责保护 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 据报特朗普要求 TikTok做出额外的让步 包括未来三年 在美国新增一万个职位 消息人士就指出啊 其实除了张一鸣 在会议当中 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分拆 这种心情呢 就有点像创始人将会出局 而房子将会归我们所有 然而实际上张一鸣呢 其实他也别无选择 因为如果他不放手 TikTok将会被禁止 确实啊 了难尽地 那么对于TikTok获议 主导前呢 内地媒体也引述字节跳动 回应说 不对谣言或猜测发表评论 公司对于TikTok的 长期成功充满信心 字节跳动同时指出 数亿用户在TikTok抒发创意 平台上的创作者 也会获得收益 TikTok将持续地 致力于保护用户的隐私和安全 早前呢 有传言就说 字节跳动拟拆售旗下 TikTok多数股权 买方提出的价格 相当于TikTok估值 达500亿美元 为TikTok2020年 预期收入的50倍 那么字节跳动 也是正在考虑 将中国的业务 在香港或者是上海 来进行上市 外电也指字节跳动 更倾向于在香港上市 那目前呢 它的估值 有可能是超过1000亿美元的 同时呢 也会考虑将非中国业务 在欧洲或者美国上市 此前TikTok一直是遭受 来自美国政府和Facebook 等大型科技公司的联合脚杀 因为TikTok在全球范围内 大受欢迎 最近两年我们就看到 TikTok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在全球窜红 调查就显示 TikTok在2019年2月的 全球应用下载量排名中 是从269位 晋升到了第4位 2020年以来呢 排名也一直保持在前4位 截至2019年底 TikTok的总下载量 已经是达到了16.5亿次 其中2019年的下载量 就占总下载量的44% 今年第一季度呢 TikTok成为全球单季 单个季度下载量 最大的一个应用 那累计下载量 是超过了3.15亿次 在美国市场TikTok 已经成为年度 最受欢迎的应用之一 累计下载量 超过了1.65亿次 对比美国的人口 这个数量确实是很大 TikTok在全球市场 迅速增长 首当其冲影响的 正是全球最大的 社交平台Facebook 那TikTok每新增一位用户 其实就是在夺走 Facebook产品的应用市场 而且从用户群体来看呢 相关数据又显示 TikTok用户中 18到24岁的占比 是35.3% 可以说是占领了 年轻人市场 在为用户中 他们是所有用户中 比例最大的一个群体 那么25到34岁的 这个有消费能力的群体 也是这个占比 在快速地上升 那么这些群体 是被众多的广告商 所非常倚重的中间力量 说的没错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点 就在于Facebook的营收 几乎是全部来自广告收入 2019年 其广告营收占比 是达到了98.53% 那这种移动社交 将广告 是理想的商业模式 但是前提是 用户一直在增长 而且愿意在平台上 消耗更多的时间 TikTok在欧美市场的崛起 不断地是获得了优质的用户 显然是威胁到了 Facebook的广告收入 所以去年10月以来 美国政府开始 以国家安全为由 对其展开调查 尽管TikTok是采取了 多种的方式 来表示自己的清白 但是特朗普 还是多次威胁 要进行封杀 TikTok被迫出售 美国业务 或许是Facebook 非常乐于见到的 而就在几天前 当Facebook 苹果 谷歌 亚马逊 四家科技巨头 齐聚美国国会 反垄断听证会的时候 这个会议可能当时 全球大家都在关注 关注科技的人更是关注 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 他就极力甩锅 他就说 他就甩锅给TikTok 来转移焦点 在听证会上 四家公司的CEO 都被问及 都被议员问到说 是否认为 中国窃取了美国技术 那么之后扎克伯格 他说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这番表态 是彻底摧毁了 扎克伯格 中国好女婿的那人设 在此之前 多数中国人 其实因为 他娶了一位华裔的妻子 他这个爱情故事 也是广为流传 那么这个 对于这位 硅谷最大公司的 大公司的创始人 也就是说 我们华人是充满好感 他高调起来 表示说自己学中文 平凡地访问中国 包括也在清华大学演讲 在天安门前 晨跑等等 可以说实力 卖力地塑造了一个 对华友好的 美国科技精英的形象 可就因为这一句话 这形象 人设崩塌了 真是这样 其实这个不仅让我们 想起了一部电影 那这个电影 这个反差 其实就让我们想起了 这个社交网络的剧情 那导演 似乎也是印证了电影当中的 一些桥段 其实我们看到 新上任的TikTok首席执行官 凯文梅耶尔 其实他就表示说 在一份声明当中 指出了扎克伯格 此番表态的原因 那他就说 Facebook是假借爱国主义之名 目标是让我们从美国消失 确实 事实上 抹黑 抄袭等灰色手段 一直伴随着 社交帝国Facebook的崛起 那其实在美国 对于Facebook的争议 也是很大的 Facebook目前的社交产品的矩阵 也包括很多 那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 就是Facebook Messager Instagram WhatsApp 以及Oculus 除了Facebook和Messager 其余三款产品 全部都是来自收购 从商业上来说 Facebook的巨资收购 无疑是成功的 五款产品通过不同定位 实现了对细分人群的 最大覆盖 构成了Facebook 社交帝国的流量基础 不过收购背后的 抄袭文化却并不光彩 媒体就报道说 Facebook内部有一个 被称作早鸟的预警系统 这个系统能识别 来自小型初创公司的威胁 然后通过抄袭和收购的方式 摧毁潜在的竞争对手 了解这一系统的人 曾经对媒体表示说 早鸟是直接促成了 Facebook做出 收购WhatsApp的决定 Facebook还利用它 监控初创公司的一举一动 扎克伯格对任何可能 颠覆Facebook的产品 都异常地敏感 甚至是那些 刚刚起步的出创公司 按照目前的事态发展 未来微软接管 TikTok的美国业务 也显示了 这家老牌的科技巨头 依然是有志 进入社交领域 那么微软此前 曾在社交领域 进行过三次 比较重大的收购 11年微软以85亿美元 收购即时通信 软件Skype 那2012年也是12亿美元 收购了企业内部的 社交网络Yammer 2016年又以262亿美元的 价格收购 职场社交产品 LinkedIn 可能很多职场人 非常了解这款 上述三项收购 都算不上是太成功 那尤其是Skype 导致了微软 关闭了自己运营 十年之久的MSN 同时陷入了 与电信运营商 无休止的一个 利益博弈当中 有观点就认为 微软没有社交基因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 凭借着TikTok美国业务 微软将会有实力 去挑战Facebook 在社交领域当中的地位 那至于这个后续 将会是如何发展 TikTok的后续 又将会给我们 带来怎样的启示 其实这一切 都要等待时间 给出一个真正的答案 那好 今天的时间关系 我们也就先跟大家 聊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